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赵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带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